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夕 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彤在香港出书 否认过去对他的贪腐指控 他并且说在权力斗争中 对手会用一切卑鄙手段夺取权力 而在同个时间 中共官方公布了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开除党职 这两个消息巧妙结合 江泽民的对手出书和江泽民的人马出局 外界分析这显示江家邦已经分崩溃散 今年82岁的陈希彤是北京前市委书记 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担任北京市长 1995年时被指控贪污腐败 而后在1998年被判囚16年 事隔多年陈希彤在香港出书 说明对他的处置是文革以后 涉及高层领导人最严重的不公平审判 他还说在权力斗争中 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因为对手会用一切卑鄙手段去夺取权力 他并对香港媒体表示 自己是六四事件中的傀儡 过去陈希彤被认为是前中共领导人 江泽民的死对头 才会在权斗角力中被迫下台 但他在新书中否认自己策划反对江泽民 陈希彤是由于和江泽民的政治斗争当中失势 被以贪腐的罪名整肃判刑的 他现在能够接受采访并且把访谈的内容整理出书 这也就表明江泽民的影响力正在衰退 也就是说江泽民当年的政敌现在能够重新发生 也就显示了江泽民的力量衰弱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 陈希彤想竭力撇清他和六四事件的关系 想洗清自己的责任 这也就表明说在共产党圈内的人 都是想竭力把自己和当年血债区分开来 都不想为当年血债背负责任 而江泽民是靠六四事件发家的 走上了最高统治者的位置 那么这也就更加显得 共产党内的这些血债派的孤立了 另一方面 前中共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遭到开除党职并移送法办 刘志军从去年二月被免去铁道部部长一职 一年多后才又革除党职 其中不排除党内斗争的因素在内 新唐人电视宋元慧唐宇采访报道